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我国航母加满一箱油要多少钱 出去溜达一圈 十辆兰博基尼 就没了 2001年12月11日 瓦良格号航母是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继而穿越整个印度洋 2002年2月5日 瓦良格号驶入马六甲海峡 随后进入中国的南海 然而 这一次 瓦良格号并没有像他的前任明斯科号那样 老实地停在南海 而是直接穿越了东海黄海 最终停靠在渤海之滨的大连港口中 或我们也可以想象 当瓦良格号驶入南海后 有多少人在幕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之后把两个号就被改装成了 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中国首艘航母 为什么叫辽宁号呢 其实是根据海军舰艇命名条例 包括航母在内的一级舰 比如所有航母 巡洋舰都一行征省区或子组命名 同时 所有军舰命名都规定 必须想量 有意义 体现国家尊严 表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经得起历史考验 大连港所处的辽宁 是瓦良格新生的地方 它真正为人熟知 被官方承认 赢得全球瞩目 也是在这里 而辽宁也是中国连绵海岸线的北部起点 其成为中国首艘航母的名字 是最合情合理的选择 据悉辽宁号航母的动力核心 是4台乌克兰TV12真气轮机 总供率为14.9万千瓦 使用船舶通常所用的重油为动力来源 之所以用重油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是便宜 重油的价格不到柴油的三分之一 第二是安全 重油是原油提取机油 柴油后的剩余重制油 其燃点比较高 因此对于航母用油来说更为安全 据推测 目前辽宁号大致可以携带7800吨重油 不包括航空煤油和启动柴油 按目前重油价格来说 加满一箱油 大致为1550万元 而此前辽宁号编队在南海的38天演练 共计划费油费3100万元